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可以打出来《以乎所书》第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 如果有圣经我们可以一起读《以乎所书》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 一 二 三 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爱帮人 是称为没有受国礼的 这名原是那些贫人守在肉身上称为受国礼之人所起的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在所应许的诸药上是局外人 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 因他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合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寿 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要将两下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寿 便值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 与神和好了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 给你们远处的人 也给那近处的人 因为我们两下 直成他一个圣灵所感 得以尽到父面前 Amen 这里讲到他说有很多个药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药 记在耶利米书 其实我在希伯来书讲了两次 八章和十章 但我们看原有耶利米书那里 耶利米书很容易记的 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开始 但因为都挺长的 我们选了三节而已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 然后我们就跳到三十三和三十四节 我们一起读一二三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由大家另立新药 不像我 三十三节 耶和华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药 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作他们的神 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论舍和自己的弟兄说 你该认识耶和华 因为他们从罪小的到自大的 都必认识我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业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个就是说现在的新药 现在的新药有一个和旧药很不同的 旧药是一个外在的东西 一个律法 它写了一些规条给你 但是从人来说永远达不到的 新药有一个不同 就是有机会达到 当你愿意的时候有机会达到 不是一定达到 但是一定会有机会达到 因为它会放在我们里面 当你里面有一个有愿意的心就不同 阿们 在这个整个以课所书的背景 保罗当时是耶稣受死复活 然后跟着圣灵降临 大约离开这个历史 教会建立了大约20年 你知道敬拜会有多少年度吗 25周年了 20年 其实在一个教会的整个历史来说很短 但是他们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一开始信的时候 因为所有的福音 所有神的话要从犹太人开始 从以色列人开始 所以第一帮信徒 就是犹太人 就是以色列人 他们有很强的圣经基础 他们有很强的传统 很强的根基 但是基督教呢 必须要跨越犹太教文化 基督教必须要跨越时代 才可以生存下去 所以神就找了仕途保罗 要完成这个任务 所以他们去到以色所建立教会的时候 其实以色所教会没有十年的 大约十年左右 他们从犹太人开始 一路去到外邦 但是有一个红框一定要过的 就是因为初期教会大部分是犹太人 行不行 而且他们信得很好 又有神迹其事 又有圣灵充满 又有神的话语 他们慢慢就很自豪 他们觉得犹太人的基督徒 就是要犹太化 明白吗 他们觉得他们的传统 和整个基督教 可以很紧密地在一起 但是当传给希腊人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挣扎 究竟希腊的外邦人 他信了主要不要做犹太人 要不要做犹太人 要不要成为犹太人 才可以信主 明白吗 如果人性来说很大挣扎 而且很容易 所以初代的教会 很多外邦教会有些师傅 你们一定要守摩西的律法 你们一定要守摩西的律法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受国礼 明白吗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受国礼 很多人就觉得理所当然 很多人觉得 我信了主 而耶稣基督又很尊重十戒 而整本旧约圣经都是我们遵守的 那我们要不要 要不要呢 要不要脱离这个旧约呢 明白吗 但是神的心意很重要 因为当基督教被犹太化的时候 当基督教 基督的信徒变成犹太人的时候 就没有了这个新约 就没有了耶稣所传的福音 世人就不能够可以信主 明白吗 那外邦人和犹太人差别大不大 差别大不大 你告诉教授 大到飞起 大到不得了 外邦犹太人 他是比较自豪 他自己的传统 他自豪的律法 所以当他说外邦人的时候 这些是犬类 俗一点就是这些狗来的 这些是没有文化的 就是等于我们说外国人 是外国人来的 文漫来的 未开化的 这样也可以的 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最好 但是基督教如果要成功的 传进每一个民族 每一个世代 他必须有一样东西 是超越文化 必须有一样东西 是超越这个时代 但是同时 他传到进入一个文化里面 他又要在文化那里共存 找到那个艰难 如果你一个信仰 你不能够和你的民族共存 他会产生很多磨擦 你问刘方叔就知道了 他会产生很多磨擦 那些人因为那种误会 因为那种的抵触 他就不能够信到耶稣 明白吗 但是有些东西 是在真理上不能够妥协的 但是有些东西 根本跟真理无关的 就是我们就要 有个聪明智慧 求问主 哪些东西可以改 哪些东西不可以改 明白吗 而保罗所面对 当时就是有两帮人 都是非常爱主的人 一些是犹太背景的人 他们受了国礼 他们对圣经熟到不得了 而且是掌握了那个 港道的命脈 一帮是外邦人 很爱主 爱到不得了 但是很天真 如果这帮人说什么 他们就会信什么 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 很爱主 愿意为主做任何的东西 甚至他们愿意做犹太人 但是当他们一做犹太人的时候 整个世界的福音就断绝 阿们 所以 如果我们坚强分开它 好像两个人 究竟这两堆人 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教会呢 而保罗就要处理这件事 又可不可以和平共存呢 那么不同背景的人 究竟可不可以呢 明白吗 明白 就是初代教会的张力在哪里 如果 其实最容易就是 将犹太的传统 放直接 不理它 放了下去基督教 是吧 就很容易的 明白吗 因为头那批人 根本就是这样跟 这样跟 你明白吗 但是 以后就是不是还是基督教 没有基督教 就变成了犹太教 没有基督教 变成了一个很有趣的犹太教 就只是多了耶稣的犹太教 明白的意思吗 但是这个多了耶稣的人后教 他不会在欧洲生存 他也不会在亚洲东亚地方生存 因为他不会适宜到所有的民族 而神的福音就因为这种偏见 就被消灭 所以保罗要肩负起一个 荣耀的教会不能够被消灭 唯有有一样东西可以打破 如果犹太人的信徒 和外邦人的信徒能够和好合一 就能够打破这个僵局 明白那个重要性吗 明白那个重要性吗 所以我写了几句给大家 究竟一个如果各样都反对神的人 与神为敌的人 最后可不可以和神和好呢 我们在历史见得多 如果神动手就可以 如果单靠人是不可以 如果两个世世代代为仇的民族 好像伊斯兰和犹太人 好像以撒的后代和以撒玛利的后代 世世为首的 最后可不可以联手合一敬拜主呢 你说可以 如果你望单单世人那里是不可以 但只有一样东西里面可以 就是基督耶稣女 就可以 或者有机会 男与女很不同 是不是 男与女的看法很不同 一个不喜欢动 一个喜欢动 一个喜欢买东西 一个不喜欢买东西 男缘不设的男女 究竟可不可以组成一个家庭 在当中有没有 你知道吗 你老婆很不同 你知道吗 你的弟兄来自 不知道什么星 是来自另一个星球 跟你想东西又不同 跟你想法又不同 但是 可以共同建立一个很紧密的家庭 而且他们的不同会成为你的祝福 他们的差异 你会觉得 这个人这么有趣 除非有和好 除非有爱 除非有神迹 除非有神在 知道吗 去到现在 我们现在 这一代的世代 已经再没有犹太人和爱邦人的问题 但仍然有不同背景的人 和我们同工 不同恩赐的人 不同性格的人 永远会在你的团队存在 那我问你一句 可不可以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呢 其实很难的 其实很难的 除非 除非 在你的灵里面 在你的生命里面 在这个教会里面 容许神做事 除非 这样 行不行 如果一个教会 人多点 问题多点 还是少点 是不是 人多 你会好做作吗 人多 问题多 对不对 生一个儿子容易 还是生十个儿子容易 生一个儿子容易 还是生十个儿子容易 有些人说 十个儿子 你们先生一下 我跟你都没有资格说 如果人性来说 人来说 越多就越多问题 但是如果在神里面 当有一个基础建立好 和好合一的时候 越多就越美 明白吗 越多就越美 但是那个根基就要搞定 究竟 在我们里面 不同的人 不同的人 如果神摆在一起 我们有没有那个亮度 有没有那个看法 可以令到这件 好像很难做的东西 成为成功 明白吗 怎么可以将它扭转过来 Amen Hallelujah 所以今天就借罪保罗 就说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家庭的最重要元素 合一 和好 行不行 而每个家庭最困难就是这件事 明白吗 现在我们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人 是非常痛苦的 在家里面 知道吗 有些妈妈不告诉你 疼得疼得 但是 这个仍然是我们的基础 首先我们回到圣经那里 保罗再次提到那帮爱邦人 你知道你们是什么情况 但有一个很大的恩典 将我们的生命可以转化过来 所以 第十一节他说 所以你们要纪念一件事 纪念什么事 第一 我们以前是怎么样 现在是怎么样 其实这么简单 以前是怎么样 知道吗 现在是怎么样 现在你成为何等样的人 你应该是怎么样 究竟你现在是不是 是神在塑造你生命的人 Amen 他就提一提 以前爱邦人是怎么样 提一提那帮信徒 他说你们从前按肉体 是爱邦人 是称为没有受国礼的 这个 或者名言是哪些 凭人手在肉身上 称为受国礼之人所起的 就是说那些犹太人 当见到没有受国礼的人 他会作呕 尤其是跟一个教会同工 跟一个教会一起做事 他会觉得很不行 因为犹太人 他自己干净到 不入外邦人的家 行不行 所以有一个伯父长 去求问耶稣的时候 我的仆人病了 耶稣说我去 那伯父长很清楚 耶稣是犹太人 不想他犯规 他说 耶稣你不用来 你只要说一句话 我的病人 我的仆人就会好了 其实他是帮耶稣想起来 因为当他进入 这个伯父长家的时候 他那个星期就要不结 知道吗 耶稣都愿意去 情愿不结 他都要救那个人 但是伯父长很醒目 他说你不用来 你是全世界宇宙的君王 你只要命令一句就OK了 因为我命令我的部队 走就走 站就站 你命令疾病离开就离开 Amen 但他也都考虑到 耶稣 他一个传统 他有一个犹太人的传统 Amen 所以去到 仕途行转 第十章 哥利流信主 这个伯父长 外邦人 这个哥利流是什么人 外邦人 他很想 他很羡慕上帝 所以他自己变成犹太人 他入了犹太教 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 这个神受欢迎 因为他自己受了国礼 变成犹太人 但是如果个个都是这样 就没有了基督教 但是就算是这样 他的家人未变 所以比特进去 如果没有神迹歧视 没有异象 他都不敢去 他说这是个脏地方 我不敢去 这个你说 犹太人面对那个红沟有多大 行不行 是大到不得了 所以 保罗就说 你知不知道 我们外邦人 今天得恩典 是真是恩典 行不行 这里讲了七样东西 按肉体是外邦人 没有受国礼 就是说 跟神那个文藥记号 没有关系 跟基督无关 是神国民以外 诸若的局外人 跟着又是什么 没有指望 没有神 明白吗 有七大样东西 我们不配的 但是 感谢主 神将这些东西 所有东西 全部拿走 所有障碍 全部拿走 让外邦人可以 信住 让外邦人可以信住 所以 那么差异 那么大的人 那么差异 那么远 那么远的人 究竟这些人 可不可以 同神和好呢 只有在基督耶稣里 可以 行不行 那么他们在基督耶稣里面 可以之后 然后就单身了 进了教会了 进了教会 那帮全部师傅级 和第一代的基督徒 是犹太人 你专不尊重那帮犹太人呢 你看到敬拜会第一代 你都说 敬拜会第一代 又长又老 那些 明白吗 拿着个传统 可以欺负人 但是这帮人 我们究竟 可不可以 建立一个 跨文化 跨时代 而是单单 尊重神 真理的教会 明白吗 这个就是 以忽所教会 荣耀的地方 可以荣耀神的地方 所以 我问你了 一堆犹太人 信了主 在教会 已经执掌权兵 另一堆人 外邦人很积极 进来 如果你要成为 一个合一的教会 如果保罗要劝告 两边人都要改变 但是谁要改变先 谁容易改变先 行不行 年轻的人容易改变 但是他改变 就是跟旧那些 即是死筋 即是死筋 所以保罗一定要面对 那帮犹太人 要清除这个阻力 行不行 清除这个阻力 两边都要变 但是 资格越老那个 位分越高那个 首先愿意改变 那个局面就可以打开 行不行 那个局面就可以打开 两边都要变 一个家庭不好是两边的事 没有来一边的 但是如果你先信主 你爱主多一点 你开始打破 那个僵局先 如果对方都有被圣灵感动 再打开 OK 如果对方不动 是没办法动的 明白吗 但是神会奖励那些动的人 神会奖励你愿意改变那些 Amen 就算整个家没有改变 你仍然要受保护 因为你正在行真理 明白吗 所以 其实 是保罗要求那些 犹太人改变先 然后就反过来 就告诉那些外邦人听 你知不知道你信主是恩典来的 以前什么都没份的 野橄榄来的 现在碰到了 又哄回他们 他们觉得 哎呀 很大恩典 很大恩典 但他更大的力度 就要对他爱的犹太弟兄说 拥抱他们 不要因为你们懂得多 不要因为你们的传统 权并而摧毁了神的东西 Amen 当这样的时候 就有得搞 Amen Hallelujah 所以到第十三节 他就用一个很有趣的字 他就说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接着就说 如今 现在 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血 已经得以亲近了 Amen 第一个转变 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就是一个转变的机会 就是一个转变的机会 行不行 你所有的家庭问题 所有关系的问题 其实是人生最大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的问题 第一个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如果基督基督耶稣里面 如果基督基督耶稣里面 基督耶稣是保血遮盖了 开始有得搞 Amen 开始有得搞 下来的事情 接着在13到18章 保罗用了四次很相同的东西 又不是很明的东西 14节 他说 因他使我们和目 将两下合而为一 第一次出现一个两下合而为一 第二个 又15节 而且 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寿 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要将什么 两下 借助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就成就了和目 16节 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寿 便值者十字架 又怎样 使两下归为一体 与神和好了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 给你们远处的人 也给那近处的人 18节 因为我们 两下 借助他 被一个圣灵所感 得以进到父神面前 什么叫两下 不是打两下 两下就是有两样东西 是很不同的东西 现在可以拉在一起 两样很敌对的东西 谁知不知道经过什么 搞定了 两个水火不容的party 不知道经过什么 和好了 两个生气的人 不知道经过什么 搞定了 这就是教会 神第一个在教会做一件事 就是人与见神 人与神和好 敌对神的人 可以得着神的恩典 敌对神的人 开始敬拜上帝 开始说耶稣是他的主 耶稣最好 耶稣爱我 耶稣救我 耶稣医我 耶稣帮我改变我性格 耶稣把我艰难做好 耶稣医治我 在教会发生 在耶稣基督里面发生了 第一件大事 第一个两下 神与人和好了 阿们 第二个两下 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 大家都信了主 究竟可不可以 组成一个荣耀神的教会 他们在那一代的人 很多个纷争 很多教会问题 但在以弗所教会 在保罗看到的教会 他见到可能性 他见到可以 特别是以弗所的教会 他们愿意走在一起 犹太人愿意放下他们的传统 但他们仍然是做犹太人 但爱外邦的信徒 当他们兄弟 爱邦人不用受国礼 但尊重犹太人的文化 传统 但在主的真理里面 跟他们合一 愿意建立一个伟大的教会 所以以弗所成为 小啊小啊一个非常强大的教会 因为他们两帮人 他们尊重对方的文化 尊重对方的看法 但在这个真理上合一 如果在一些非真理上的事情 他们宽容 他们宽容 他们愿意 你做回你的东西 我们愿意 当他们这样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产生一个 和好合一的教会 然后神就将恩典 神迹歧视圣灵的同在 恩惠 加到这帮合一的群体里面 所以 为什么在一个合一的群体 是特别多神迹歧视神的工作的 因为他们将两个差异 摆在一起 愿意 因为神的愿 愿意 所以他们就可以同心地传和平的福音 今天和好的合一 在以弗所教会 保罗告诉他们 有个结果的 十九节 这样 你们不再作外邦 不再作外人和客女 不是再外人 不是停留短暂的人 你们在国里面 是永久的居民 永远的圣徒 是与圣徒同国 是一起读 是神家类的人了 同教会说 你是神家类的人了 跟他说 我们是家人了 自家人来的 是神家类的人 被建造在仕途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为防角石 也是一个殿基石 成为防角石 我们怎样互通 各方靠去 联络得合适 漸漸成为主的圣殿 这个就是成为主的身体 这个就是教会表现出 神的荣美 你们也靠它 同被建造成为神 借着圣灵 居住的所在 这里告诉我们 一个荣耀教会的特质 一个荣耀教会的特质 它第一 第一 它一定成为一个家 行不行 在这个家里 有耶稣基督成为它的 foundation 根基 如果一个教会不跟耶稣 不说十字架大难 它不是一个教会 行不行 有很多人的教会 但不知怎样走走走走 标榜自己的东西 高举都不知道是什么 如果不高举十字架大难 它已经脱离了耶稣基督的根基 耶稣永远是我们的基础 耶稣基督里面 然后第二个 它会讲到 仕途和先知 有些人问 那今天的仕途和先知究竟是什么 给我的理解 仕途当然跟跟随神建立教会 那帮领袖有关 但如果我们今天的应用 就是我们跟我们的领袖同心 如果你看到你的领袖 在耶稣基督的根基那里长大 没有搞一些异端 没有搞一些东西 我们就要认可认同 领袖在这个教会里面 所的看法 我们就觉得 咦?我们可以跟随他 但是 怎样去认证呢? 这里讲就是说 你也有圣灵内住的认证 不是盲目的跟随 行不行? 你里面应该有一个圣灵的声音 圣灵的知道 知道 嗯 凡个都不是乱说的 阿门来啦 其实每一个人你里面 对你的领袖有一种 有一种你很难 你未必都明白凡哥说的东西 但你会知道 嗯 这个都是我想做的东西 这个都是我 我喜欢的东西 这个我都可以跟他同心 同行的哦 明白吗? 当有这三方面 行不行? 当有这三方面 第一 那方面是什么? 他是我家人 行不行? 第二 我们没有离开耶稣的根基 第三 我带领 去说的东西 跟我里面的灵 圣灵教的东西 可以吻合到 你就放心可以跟随 行不行? 你就可以放心跟随 当这样合一的时候 这个群体 任何的群体 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能力 荣耀的教会 就是 神自己荣耀的家 Amen Hallelujah 所以 今天我们 已经再没有了 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问题 但永远有差异 行不行? 永远有些两下要你搞定的 行不行? 永远在你的家序 在你的家序 永远有些两下搞定的 有些人就跟你性格不同 有些人跟你看东西不同 有些人看东西就紧一点 有些人看东西就松一点 那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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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是不是看回 第一 他没有跟随耶稣基督先 行不行? 他没有离开耶稣基督的东西 跟你很不同而已 第二 他是不是你的带领 行不行? 他是不是你的带领 如果他是你的带领 你里面 有没有阿门 行不行? 就算你阿门得不够 你都不用跟他作对 明白吗? 不用跟他作对 因为他是你的家人 明白吗? 只是当你学到阿门的时候 你不是 步伐齐很多 如果你还到阿门的时候 你不是祷告 你祷告 主 你让我有这个圣灵的内静 但是 他不是你的反对者 明白吗? 所以今天 第一样 弟兄姊妹 我想 你去 想一想 原本 我们就是外邦人 跟这个福音 完全没有关系 知道吗? 但是 你要肯定一件事 神在你生命里面 做一个 伟大的工作 在十字架里面 神在你生命里面 做一个伟大的工作 一个伟大的工作 而这个伟大的工作 除了信住之外 神的圣灵给你里面 你信住之后 你会在神里面经历 可以改变的大能 这个神秘基督徒 最宝贵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不会定死 某一个位置 你信了耶稣之后 你开始 个人不同了 你开始 因着圣灵的改变 你每天都可以 更新变化 你每一天 活着都是 now 现在 知道吗? 所以跟介果说 你又比昨天 帅哥 或者帅哥 你不知道吗? 圣经说我们 外貌会衰老 但你里面的生命是一日 一日新过一日 知道吗? 一日新过一日 如果一个好的夫妻关系是怎样呢? 结果一分几十年也好 他会不会一天觉得很新鲜 他会不会觉得 又是残佑 又是昨天的残佑 其实两个都在跟身 对不对? 两个都在跟身 而是每一个小组的聚会 每一个家庭的聚会 如果又是等于上个礼拜 你就死定了 你应该期待每一次 神都有新的高游 跟身的工作 在我们的群体 因为我们命定是被跟身改变的人 Amen 第二个 今天你和我可以做的 我相信你和神的关系 会越来越好 行不行? 但是我们和人的关系 永远都有艰难的了 行不行? 所以找旁边的人 我知道你的艰难了 但是今天我只是去问 如果你有神 如果你有神 有神的圣灵 有神的生命 有神的福音 有圣灵的生命 有耶稣的同在 做盆石根基 有领袖的教导 那你告诉我 有圣灵的内政 如果遇到一些问题 我可不可以作出改变? 明白吗? 你不要管 所谓的另外的两下怎么改变 不关你事 那个神自己有改变 可以吗? 你这一下先 可以吗? 如果你是 在我教会 比如你是 比较 位分高的犹太人 那个位分低的外邦人 我鼓励你 其实你要改变 因为他改变 比较难过你 明白吗? 我最初的半年信主 就是遇到这两下了 另一下就是我老爸 我爸爸说 你为什么信羊教 还信那些鬼佬的东西 他就是 鼓励到爆了 但是我知道我对 我就因为 我觉得我的选择我对 我就不理他 你这个老爷 你干嘛 我有我平安喜朗 但是圣灵说错 因为最有可能改变的是基督徒 我灵修的时候 我灵修 我就开始 看一看我的老头子 很可爱 又很可怜 因为没有福音 但是当他没有福音的时候 我做一个孝子 如果他没办法见主面 而走了的时候 我毕身遗憾 所以为到这一下 多大就多大 可以吗 放下身段 专去为大 在和信仰没有冲突的东西 我选择效敬他 可以吗 在信仰冲突那里 我用非常有礼貌 非常尊重的态度 去帮助我爸爸 当亲情加真理 他都很困难 他终于接受亲情之下的真理 明白吗 但是如果没有亲情 没有疼他 他管得你的真理 有多厉害 但是当他真的决志 归信了耶稣 因为他又有圣灵 他突然间 新约就来了 突然间明白你的东西 突然间我也很爱主 你教我读圣经 我都很想 好像你这样服事 明白吗 当圣灵临到 真理临到的时候 他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行不行 今天 你就是把两下改变的锁示 你就是那一位 你就是那一位 好吗 让我们起立回应主 凡哥今天相当乖 今天一会我们用一个 你很熟悉的 敬拜会一直有恩高的歌 会带你去回应主 然后我会为你的家庭 会为你的教会里面 我们一定有一定的人际关系的难度 所以我们处理了教会里面 我们祷告 处理你家里祷告 其实聚会就结束了 行不行 你可以就是静静地走 但是因为 我们特意早些结束 因为我们想恢复一个 敬拜会 被圣灵触网的恩高 但是我们的代讨者会被训练 你出来他们会为你祈祷 但是今天我们还没准备 但是今天我听到 享敬拜的时候有一首《圣灵触摸》的歌 我很想 结束了 结束了 你记住 我说 知道我说什么吗 知道我们有一个时候 已经结束了 但是我会请敬拜队 他会服侍我们一些人 行不行 你就坐在一个位置 或者走出来 你就被神祝我回应 Amen 现在我们先做一个官方的阶段 好吗 OK Aleluia 所以跟介哥说 我们一起回应 Aleluia 打开你的心 Aleluia 我去把他拿下来 带牠 那 peer 也想 去哪顿 但是我们我们一起来 来 聊聊 这套 第二套 这套 隆 我们的 我们的 彼' 来 非常 我们的